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锡门 全系标配的 聊这个座椅之前呢 先来聊一下这个车身颜色 因为我特意选了台元绿的内饰 因为很多朋友看的网上图片就觉得 这个台元绿很好看 但是不知道实物怎么样 那现在通过这个镜头才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台元绿呢 不仅是这个座椅 其实还包括车里面很多内饰件 举个例子 比如说门把手这里 金手桥 摇生器的吃物网 这些都采用了台元绿同样的颜色 包括安全带这边 平常呢 安全带都是带着这个部分是绿色 但卡扣还是黑的 但它未来这回把卡扣也做成 跟台元绿一样的颜色 这个对供应商是有要求的 所以厂家跟我们说 这个部件目前还是全进口的 OK 那么再看一下空间 腿部空间 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这个表现 然后同时间我也放上了 跟Model 3以及3C标准的对比 大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 然后头部空间给到的是一拳左右 那其实这个空间呢 以我172厘米的身高来看 还是勉强可以用的 那如果你比较高 那坐直的话 其实头部还有一定领服的风险的 还好呢 ET5其实它后排的坐姿 你会发现明显比前排高了很多 所以你前方的视野会比较开阔 与此同时呢 头部这个全领片幕呢 会对整个车厢的那种开扬感 带来很大的帮助 所以坐在里面呢 不会觉得特别的局促 然后呢再来聊一下这个座椅的一个坐垫部分 因为坐垫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角度会有一点点往上翘的 所以呢 你坐进去 有那么一点摸着的感觉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双腿 能塞到前排座椅的下方 那其实对于大腿程度会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很遗憾 ET5呢 你看 我的腿没法塞进去 所以呢 你会发现大腿这里呢 会有一定程度的旋功 但是还好呢 目前这个座椅 给到我们的靠背轻脚 是27度 跟ET7一模一样 所以你躺在这里 诶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它目前来看 还是可以接受的 起码它绝对空间是可以摆在这里 然后我跟工程师也聊过了 为什么靠背这里是一个偏硬的材质 不把它做成软包呢 他给我的解释是 因为它可能到前排座椅 能塞进更多的填寸物 所以呢 后背这里直接做成硬板 会对前排的出信会有所帮助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取舍 同学的一个关系了 那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排给到的一个配置 首先正常这里有一个独立的扶手 给到背架 然后前排正常的出风口 风量 下面有一些台式的接口 然后呢 这个后排座椅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它跟ET7对比呢 目前它是支持后排整体的 六四比例放到的 那放到以后呢 对后排后备箱的一个储物空间 有个非常大的扩等的帮助 那后排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我们去前排看一下 很多值得了的细节在前排 总算坐进这个ET5的前排了 首先说一下我第一的感觉 就是跟ET7很接近 就是未来现在目前的风格 就是不会特意的去堆那种 屏幕强调科技感 而是把所有应用上的东西呢 先藏起来 等你需要的时候 再浮现 再发现出来 所以这种感觉 你会发现坐进ET5呢 很放松 很自在 这是其他的新能源车 给不到的 然后我们先说一下坐进来的细节 首先坐姿上 你会明显发现还是蛮高的 我开个门 伸个腿出去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看现在我坐椅调到最低的情况下 我的腿 其实是勉强过得着地的 所以这个坐姿 对于这个级别的教出来说 还是算蛮高的 但与此同时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ET5呢 它的A柱清晰 还有这个地方 在对面呀 对不对 所以 我只看你 他不认为 我们这里 还 bell 已经有几乎了 我 很高兴 就这一天 我 又 非常不会 我就 我 我 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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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的地方 同时门板这里变化蛮大的 在ETT上面是一个电子按链 按一下门就会开了 但在ET5上面它变成了一个 像手枪扳手一样 按这里门就会自动打开 同时它这种包裹性 我反而觉得它会比那种环抱感 它会比ET7要来得更加好一些 我更加喜欢ET5这种包裹 做我自己的那种感觉 在配置部分 我们目前看得到的地方 都是跟ET7基本上一样的 包括中央的仪表盘 以及中间中央的屏幕 它的分辨率是1728x1888 这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分辨率 以及这个屏幕来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屏幕呢 一方面它的亮度对比 就做得很足够 另外你看它的边框做得很窄 它不是那种边框能挺航母的类型 所以它的显示呢 你别看它的尺寸不大 12.8我没记得的话 但实际可显示的范围还是蛮多的 里面呢同样用的也是8Yen的系统 但是呢有一个小功能 值得重点来说 就是它的分辨灯 这个分辨灯跟ET7一样 都是256色 显示的形式呢 同样都是慢反射 它不会直接表面出来 照相人也不会的 而是藏在里面 采用轻轻渗出来的形式 刚刚我说到的中文台上面这种 带纹理的饰板 门板上面这些带纹理这些板呢 为了就是这个氛围灯服务的 当灯光亮起来以后呢 就会洒出来 有一种光幕的效果 像人被包围着的感觉 而且呢 门板上面这种饰板呢是软的 不用担心你的手指甲 过长会抠到 会损伤到这些饰板 这些细节他都考虑到 另外在中文屏幕上 你可以针对这个颜色 做无机的调节 主色辐色地板都能调 同时画面也会实时渲染在这个屏幕上面 所以呢 8155芯片这个运算能力呢 就体验在这里了 那OK 接着往下面看 就是个手机的无线充电面板 以及两个杯架 这个无线充电面板 40瓦的 下面还带有散热口 防止手机充电的时候过热 然后中间这是个双开的扶手箱 里面会有一个7.5瓦的Type A 以及60瓦的Type C 可以满足正常的充电的需要 那最后跟大家聊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QA 一个就是选装 先聊QA吧 有文有问 这台车的离地间隙会不会很低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iPhone 12 Pro 它的离地间隙呢 空载是135毫米 那么大家比划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 大家会问 这个金沙米跟台原绿的颜色 哪个好看 因为金沙米呢 今天没有摆在现场 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台原绿呢 真的质感挺不错的 如果你是心态比较年轻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这个台原绿的颜色 然后呢 就是大小轮毂的区别 这个是20寸的 因为配合这种轿跑类型的这种车呢 我觉得还是大轮毂好看一些 而且这个20寸的轮毂 用的是一个备案率P0的轮胎 这个轮胎在ES7上面 我们试过 它是有隔音棉的 所以它也不会很吵 我也不会特别担心 它的收入器会不会弱化很多 我个人觉得这个20寸的视约效果 比吸收那么一点的收入器 还得更加重要一点 然后后排的腿部空间 跟3C长路距相比怎么样 说实话 因为轴距所限 这个28888体的这个轴距呢 确实比3C长路距要短 所以它后排绝对空间 没有3C长路距那么长 而且呢 它的坐点角度坐起来 确实没有3C长路距那么舒适 但说实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个车跟3C长路距 是两种不一样类型的车 你可以去参考 但是呢 直接作为空间对比的话 那我觉得 你还是不是那个 ET5的一个潜在客户呢 你要自己认真想一下 最后给一下 我跟对ET5选装的一些小建议 后面这些颜色里面 金钩粉 云抽黄 霞光橙 极光绿 这些都是需要 给钱去选装的 如果是免费的颜色 我觉得同温成蓝 就是最好看的 就是我们拍的那台车 然后内饰方面呢 每一种颜色都特别的好看 但是其中一个 电玉纸这个呢 你需要直接去看一下 我给画面你 你自己看看 能不能接受这种紫色的颜色 至于说选装配置方面的话 有一个拖挂件 这个你需要考虑 因为你选装了这个 才有拖挂的资质 而且是没有办法 后期去加装的 就看你有没有 这个使用的场景了 那OK呢 今天关于未来ET5的分享 就到这里 期待我们下次去试驾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下噶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